这位名叫五月艾的AI模特 是由周刊·佩博的编辑部 利用AI生成的图片进行编辑和打造而成的 然而 知名出版社集音社旗下的周刊·佩博 在五月时 以AI人工智慧创造出一个写真女模 名叫五月艾 Satsuki AI 这位五月艾不仅拥有自己的推特账号 还被设定为在2006年5月29日出生 并在东京成长的生平故事 不过 这还不是最震撼的消息 最近 五月艾像真人模特一样 推出了自己的个人电子写真集诞生 而就在昨天29日 杂志上看出了他的写真照片 看起来就像真人一样 这让人开始猜想 如果这样的虚拟模特成为主流 真人模特是否会失业 这位名叫五月艾的AI模特 是由周刊配博的编辑部 利用AI生成的图片进行编辑和打造而成的 然而 集音社至今还未公开五月艾的模型绘制工具 这位五月艾有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清纯的面容和好身材 无疑符合了杂志标榜的 尽可能充满男性理想与梦幻般的存在 即使是虚拟人物 五月艾的推特追踪人数也已达到4500人 根据日本媒体ITmedia的报道 集音社在29日推出了五月艾的写真集诞生 只从书名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新诞生的事物 五月艾被描述成是一个魅系美少女 她的天使面孔和魔鬼身材成为了大家的焦点 她在推特上写道 很高兴认识你 我是五月艾 我想尽我最大的努力 让看见我的人会觉得很好 我希望有一天能与你聊天 谢谢 AI写真女魔的出现 不可避免地引发了道德和科技的辩论 有些人支持这种AI偶像的出现 认为他们不会绝入丑闻 所以感到相当安心 然而 反对派则担心真人魔套将因此失业 因为他们担心写真魔套的工作将被AI取代 这种AI生成的偶像或明星在目前仍然不算普遍 但这是一种趋势 我们不能忽视 在追星或购买相关商品时 消费者需要更加谨慎地观察这种新兴的现象 然而 另一方面 AI写真女魔的出现 也确实为消费者提供了多一项选择 许多台湾网友看到新闻后也表示 有这种脸的真人 应该不难找吧 为什么AI始终不能解决手指问题 这一定泡沫的啊 真人才有办法见面互动聊天实体赚钱 AI美女图看多就知道都差不多 真的无感 AI生成的越来越真 VS小模修图越来越假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